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找到咱们开声来朗读这一段经文 找到没有 一 二 所以我为选民凡是忍耐 叫他们可以得着 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一同来为今天所查考的灵魂的救恩向神召考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带领我们 是我们一同来查考你的话 因为唯独你的圣经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标杆 离开你的圣经就不能再谈信仰 离开了圣经就不能谈给耶稣做见证 因为唯独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离开圣经了就没有真理 离开圣经就没有生命 因为唯独圣经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 唯独在圣经里记载着主你的救恩 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今天能明白这救恩是给灵魂的 不是给肉体的 所以今天耶稣在十架上死 是熟灵魂 不是熟肉体的 叫我们每个人都离开肉体 离开世界 离开撒旦的权势 离开律法 离开黑暗的权势 使我们进入光明 进入神的国度 求你帮助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大能的手中 求主你按照你的旨意来带领我们的聚会 但愿众弟兄姊妹的心都握在你大能的手中 求主你亲自做开启和引导的工作 使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都可以开启 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看见主你的荣耀 看见主你的救恩的奥秘 求你亲自向你的百姓说话 借着你的瓦器将天上各样的奥秘显明在我们中间 主就求你与这个教会同在 因为这个教会有很多的老年人 他们听不进去救恩 就求你亲自来开启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的心灵得以打开 能够听见主你的话 求你亲自叫他们听见你的声音 使他们的心灵得以沐浴 使他们的心灵得以开启 叫他们能够都能听懂你的话 就求你将一切的撒旦搅扰的灵 从他们中间处去 就把这里的每一个老人 听我的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好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继续来交通灵魂的救恩 这是第二点 昨天我讲的第一 救出灵魂 第一 灵魂得救是全新的 灵魂得救是全新的 第二点 救恩 得救恩的 得到救恩 得到救恩的人 得到救恩的人呢 还要得到荣耀 得到救恩的人 不一定得荣耀 我已经得到救恩了 下面还要得荣耀 我们看这一段经文 所以 我为选民凡事忍耐 叫他们也可以得到 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 和永远的荣耀 这就说明 救恩和荣耀 它俩是两件事 我得救恩了 不等于得荣耀 得荣耀怎么得呢 罗马书的第八章说 我们若和基督一同受苦 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得荣耀是接着受苦得来的 是不是 跟基督同受苦难 同得荣耀 这是下面得荣耀 我已经得到救恩的人 不一定得荣耀 但得荣耀的人 必须先得到救恩 对不对 我要想得荣耀 我必须得得救恩 得救恩就是得拯救了 灵魂得到拯救了 所以得到救恩的人 上帝一定叫他得荣耀 得到救恩的人 所以 神叫他接着受苦而得荣耀 这个途径是受苦得荣耀 我们先看罗马书 第八章 第八章 得到救恩的人 就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要借着一个途径 来得荣耀 什么途径呢 就是与基督同受苦难 必同得荣耀 找到门 我们从第十四节 八章十四节开始看 因为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现在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呢 已经是了 因为你被神的灵引导 就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 乃是儿子的心 儿子的心 和奴仆的心 不一样 奴仆心从亚当来的 儿子心从基督来的 以基督的心为心 就是儿子的心 以亚当的心 情欲的心 随着自己的欲心 无辜的自高自大 这就是奴仆的心 奴仆的心 在主的面前是害怕的 儿子的心是不惧怕的 所以呢 我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呼叫 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你有了圣灵 圣灵在你心里 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便是后司 既是神的后司 和基督同做后司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那么这个荣耀从哪来的呢 受苦得来的 是不是 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 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所以得救的人 得到救恩的人 这叫得救的人 什么叫得救的人 我得到救恩了 我灵魂得救 已经有了重生生命了 这人就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不一定他得荣耀 是不是 他已经是神的儿子了 他必须借着受苦来得荣耀 这个途径是受苦得荣耀 对不对 不借着受苦你得不着荣耀的 所以很多人说 那我不想受苦 这是和基督同受苦难 这跟基督同受苦难 和你自己今天靠着律法 苦待己身的苦一不一样 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苦难是上帝命定的苦难 就是命定你得荣耀的苦难 是不是这样 我们看一段经文 彼得前书第四章 在雅各书的后面 彼得前书第四章 十九节 所以得救的人 得到救恩的人 叫得救的人 重生得救的人 就已经有了圣灵了 是神的儿子了 神还要在他身上有一个预定 懂得吗 第四九节 所以 那照神旨意受苦的 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呀 是 照神旨意受苦的一心为善 为什么照神旨意受苦 就能一心为善 因为照神旨意受苦 神在你肉身上要给你加一些苦难 这加苦难 这苦难的目的是什么呢 咱加的苦难是脱救人穿新人 是不是脱救啊 脱救人穿新人 这新人得显明出来 脱救人穿新人 这是上帝在你身上的更新过程 这个苦难是神的旨意 叫我们按照他旨意受苦的人 好能一心为善 有救人能不能一心为善 你不能做所要一做的 假如有旧人 你现在又有新人 又有旧人 这新人 这是新人 这是旧人 这两个人 他会在一起交战的 基督徒 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有没有交战 有交战 这两个人 旧人和新人 他俩在一起交战 这时候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你想行善 但肉体行出来 你不想做的恶 但肉体做不出来 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所以神在你身上命定的苦难 这是神的旨意 叫你受苦 跟基督同受苦难 也必和基督同得荣耀 把旧的脱下 光盛新的就能行善了 如果他俩在一起 不能行善 因为他俩在一起 在干什么 打仗 是不是 旧得和今天进行打仗 他没办法行善 所以神命定在基督耶稣里面 使那群属基督耶稣的人 要按照神旨意受苦 最后和一心为善 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 现实的造化之主 把你的灵魂交给那 现实的造化之主 今天我们的灵魂交给 今天我们的灵魂交给 现实造化之主 交给他 所以这是灵魂的旧灯 这是灵魂的旧灯 再看 诗篇的三十五篇第三节 诗篇的三十五篇第三节 八十五篇三十五篇三十五篇 第三节 找到吗 拔出枪来 挡住呢 追赶我的 求你对我的灵魂说 我是拯救你的 往往神说话的时候 对灵魂说话 这里面说 请你对我的灵魂说 你是拯救我的 这是第三 第三节 救恩是对灵魂说的 救恩呢 是对灵魂说的 灵魂说的 比如说 比如说举例 咱们举几个例子 救恩是对灵魂说的 我不将你的过犯 归到你们的身上 就这一句话 咱们看 灵魂 灵魂的第五章 第十九节 我们看黑板 看白板 以后 第五章 第十九节 神的救恩呢 不是对肉体说的 是对灵魂说话 现在我们看 大人里面掏个小人 这是大人 是属肉体的 这是我的肉体 是不是啊 这是我的灵魂 这是主的灵魂 一共是三部分组合的 我的灵魂 主的灵魂 还有谁的灵魂呢 还有我的肉体 是不是啊 现在往往 我们把救恩往哪儿安 往肉体上安 所以不将你们的过犯 归到你们身上 不将你们的过犯 归到你们身上 看清楚了吗 所以十九节 是这么说的啊 这就如神 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并将任何好的道理 托付我们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 他们身上 他们是谁呢 属灵的灵人 对不对 神今天在基督耶稣里 你只要在基督耶稣里 证明你已经与神和好了 既然与神和好 神就不将这个肉体的过犯 归到属灵的生命身上 这就是对灵所话 救恩是对灵所的 但我们往往把救恩往哪儿安 往肉体上安 所以意思 神将来就把我的肉体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的 不是就把我的肉体 我们先看约伯记33章28节 约伯记33章28节 约伯记33章28节 找到吗 找到吗 神救出我的灵魂 免入深坑 我的生命 也必见光 前面说救我的灵魂 后面说生命 前面说灵魂 是不是 后面说生命 生命和灵魂 其实是一样的 我的灵魂就是我的生命 神救我的灵魂 是救我的肉体 救我生命是救生活 你看这个很关键 是不是 很多的人他不看圣经 当你详细查看圣经 神救的不是肉体 他救的是灵魂 是不是 免下深坑 这深坑是哪儿 地狱 就是神救我的灵魂 免入深坑 就是免下地狱了 我的生命 也必见光 见光 光是谁 光是基督 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得见光 就见主耶稣基督 这个大光 这个属灵的光 所以这里边说 神救我的灵魂 所以救恩是对灵魂说的 对不对 所以不要把救恩往哪儿安呢 往肉体上安 一旦安就安错了 很多的人就把这个救恩 往肉体上扯 说神今天救我的肉体 将来耶稣来了呢 就是肉体得熟了 不是肉体得熟 这个是身体得熟 是指教会说的 身体得熟 是整个这个 属灵的生命连接在基督耶稣里面 这个生命 说约伯记 再看三章第三十节 第三十节 还是三十三章第三十节 知道吗 我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 从深坑就是从地狱里救回人的灵魂 耶稣下阴间救回人的灵魂 对不对 他上阴间里干什么去了 把我的名字迁在爱子的国里 我原来因亚上的缘故 我的名字迁在哪里 下到深坑里去 也就是我的名字被迁在阴间里头 耶稣来做个反迁仪 进到阴间 把我的名字迁在爱子的国里 对不对 这句话在哪了 这句话在哪了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先把那格上 一会儿我再回头再看 哥罗西书第一章 第十三节 十四节 这两节经文 知道吗 耶稣基督 下阴间 目的是什么 把我的名字从阴间涂掉 迁到哪里去呢 爱子的国里 他救我的灵魂 免下深坑了 并且要 救我的灵魂 从深坑里上来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有这位救主 住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的救恩 神给我们救恩 是有把握的 不会失落的 第十三节 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脱没脱离黑暗的权势 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就是不在阴间地狱里头了 那是黑暗的权势 阴间是不是黑暗的 是不是 他把我从黑暗的权势救出来 就不在阴间里头了 潜到哪里去呢 爱子的国里头 我们在爱子里 这不是肉体 肉体不能在爱子里 这说的是灵魂 我们在爱子里 得门救赎 过犯才能得以赦免 对不对 这个灵魂在爱子里 过犯得以赦免 是不是啊 得门救赎 过犯的罪过得以赦免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很多的人他讲到讲来讲去 为什么 我还犯罪 就是讲肉体 他并没有讲灵魂 灵魂呢 从神生的 就已经不下深坑了 灵魂已经被耶稣基督 迁到爱子的国里了 这个名字 把我们的名字 迁在爱子的国里 这个 是不是啊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不是迁肉体 那是迁灵魂 它是我灵魂的救恩 昨天我讲到的彼得 前书 是不是说灵魂的救恩呢 这救恩对灵魂 不对 肉体 好不好 为什么有的人讲话矛盾 讲圣经前后矛盾 就是因为 他把救恩往肉体上堆 这一堆出不出错 就出错了 所以一旦肉体又受苦了 就开始埋怨上帝 主啊 我不是信你吗 为什么我的肉体还受苦呢 但受苦是上帝命定的肉体 必须受苦 对不对 刚才我们查到了 按照他指引受苦的人 一心为山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一定把救恩往哪 往哪放 往灵魂上 并往肉体上放 一往肉体上放 就会出现错误的 所以他救我的灵魂 免下神坑 好 回头再看 回头再看 还是 约伯记第33章 刚才我查到这段经文 查到这段经文 再看 第三十节 为要从深坑 救回人的灵魂 人的灵魂都进深坑里的 是不是啊 那么救回这个深坑里的灵魂 保密包括挪亚方舟那个时代 已经进入深坑里的了 保密包括 包括了 救回灵魂这群人不一定都得荣耀 但可以成全之一人的灵魂 这群人的灵魂是什么灵魂呢 我们回到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这叫成全一人之灵魂 十二章 西伯来书十二章 找到吗 找到吗 第二十三节 这都是很难的经文 而且是很多的弟兄姊妹 想问的经文 但他却不知道从哪问起 二十三节找到吗 找到 有名录在天上 诸长子之会所 共居的总会 有名录在什么呢 有名啊 录在天上 诸就是许多 长子就不是次子 就是头上的叫长子 对不对 长子会所共居的总会 所以有名录上去了 谁名录上去呢 刚才我查到了 把我们的 牵到他爱子的锅里 那么录上去的是谁呢 是谁 是我们 对不对 我们被录上去了 下面说 有审 往下看啊 有审判众人的神 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 这里边说 有长子 有灵魂 有一些灵魂呢 光得救了 没得荣耀 就像 比如说 就像 罗亚那个时代 不信通的人 他们的灵魂去哪里来了 去心间了 那么耶稣今天 上十字架 整不拯救他们呢 拯救他们 为什么要拯救他们 因为他们全在神坑里头 他们的灵魂又都在神坑里头 包括我们 每一被拯救的时候 我们的灵魂都在神坑里头 为什么你会在神坑里头 这神坑就是指 你的灵魂 曾经借着亚当 已经堕落在阴间里头 已经进到阴间里头 耶稣必须死 他必须下行间 耶稣下行间干什么去了 传道 传道去了 上一堂课 就是前天我讲的 就是耶稣下行间 就是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 当时神容忍那些不信中的人 去救拔那些人 是不是 同时也把我们的名字 签在爱子的锅里头 你看这一段经文 十八节再看一眼 再看一眼 彼得后书 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 这些经文就已经 足够来证明了 一共我可以给你找到 几处经文来证明 耶稣基督也就把那里带 因为耶稣做成的救恩 不是单为我们做的 也是为普天下世人做的 有没有死去的那些人 有没有挪亚在预备方舟的时候 不信仇那些人 有没有他 如果有他 那就说明耶稣的救恩也给他们做的 给没给那些未出生的 给没给这些已经在世上的人 给了 所以耶稣这个救恩呢 不仅仅是给我们活在世上的人 也给那些死去的人 也给那些未出生的人 所以他说不单是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世人的罪 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二节提到的 是不是啊 他做这个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挽回是什么 就是从前他们没有得救 没有机会得救 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把他挽回过来 挽回祭只有新约才有 旧约不存在挽回祭 旧约第一个祭是什么祭呢 反祭 第二祭是素祭 第三个祭是素祭祭 第四个祭是什么祭呢 平安祭 第五个祭是什么 苏千祭 是不是啊 旧约就没有挽回祭 只有新约有挽回祭 挽回祭是什么 把人从罪恶里挽回出来 把人从深坑里救出来 把人从阴间从魔鬼的泉下救出来 这叫挽回祭 在旧约救不了人 人都下深坑了 新约耶稣来了 要把人从那里头救出来 好 我们看第十八节 因基督也曾以思维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补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是不是 耶稣是义的代替补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照肉体说 他被致死 按照灵性说 他复活了 他曾借着灵 他借着灵 曾去传道 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 听 传道 道是什么 道就是福音 因为在前面一章 第十五节 就告诉道就是福音 一章二十五节 比得前书一章二十五节 道就是福音 福音就是道 道就是救恩 就是耶稣做成的 就是耶稣基督 是不是 第一 十九节 第三章十九节再看 他借着灵 曾去传道 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 谁是在监狱里的呢 就是从前 在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 不信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这水所表明的犀利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 复活也拯救他们 这犀利本不在乎 除掉人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 存无亏的良心 耶稣已经进入天堂 在神的右边 众天使和有权柄的 并有能力的 都服从了他 好 第四章 第五 第六节 第四章第六节 还是彼得前说 这就是讲挪亚方舟 那个时代的人 为此就是死人 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就是死人 就是不在地上的人 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因为耶稣 借着灵 曾去传道 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 监狱就是阴间 阴间是 属灵的监狱 所以耶稣曾借着灵 去传道给那些 在监狱里的灵听 所以在四章第六节 说为此 就是死人 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叫他们的肉体 按着人 受审判了 他们的灵性 却靠着神活着 按肉体说 他们淹死了 按灵性说呢 他活着 耶稣也救满他们 因为那时候救恩 没显明 也没说耶稣基督 没提耶稣这个字 所以因此呢 上帝叫他 成为成全之一人的灵魂 成全的 什么叫成全呢 前面有朱长子 朱子 朱长子是做王的 朱长子 一说长子 耶稣是长子 是不是啊 朱长子 是不单得救了 而且得荣耀 得冠冕 得奖赏的 这叫长子 这一群人是什么呢 与基督同作王的 先看提摩太后书 先看提摩太后书 这一群人 是与基督同作王的 提摩太的后书 第二章 第十一节 知道什么 这一群人呢 是与主同受苦害的 同死的 与基督同受患难的 这一群人 第十一节 有可信的话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承认他 他也必不承认我们 我们纵然是信 他却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好 这段经文说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必和他同活 下面说 也必和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呢 也必和他一同怎样 作王 好 再看启示录 第二十章 从第四节开始看 这一群人是什么人 长子 朱长子 朱长子 朱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啊 就是许多长子 他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 朱长子 将来以色列近千禧年 得有一批人作王 这一批作王的人是谁 朱长子 还有成全之一人的灵魂 之一人的灵魂 这一人的灵魂是怎么来的呢 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 就是单单得救的都在这里头 我再说一遍 我看弟兄姊妹能不能记住这话 将来有一批是长子作王的 还有一批是什么呢 百姓 做百姓的 还有一批作王的 还有一批做百姓的 那么这批做百姓是怎么做百姓的呢 第一 就是包括格林多前书第三章的 活里抽文采的得救的 个人得救 但没有荣耀 没有活面 没有奖赏 原因他建造的工程 用材料用错了 用草木合结建造 咱们今天用的是金银宝石 信王爱 但他不用信王爱 他用什么 肉体的情欲 眼眸的情欲 今生骄傲 靠着肉体往上建了 材料 他建那个根基是基督 但往上建的材料错了 所以呢 被火焚烧 工程被焚烧 但自己需要得救 这群人 包括挪亚方舟那里头那群人 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 在洪水里被淹死那群人 死架以后了 信他 他在以前还没信 他在挪亚预备方舟那时候 他没计方舟 但他今天 耶稣基督借着灵传道给他们听 他们信了 师父章 也救他们 也救他们 按肉体他被治死了 但他没有得荣耀的机会 得荣耀必须在地上有肉体的人 而且得救了 最后才能得荣耀 我说没说 刚才讲没讲 得救的 得到救恩的人 还得得荣耀 这是听门太后书的第二章 提到的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 不仅要得救 而且要得荣耀 是不是啊 我们今天不仅仅要 成为神的儿子 而且要成为什么 长子 儿子和儿子一不一样 儿子又长子又次子呢 对不对 所以你不仅是儿子 你而且 你今天要当一个什么儿子呢 长子 长子代表什么 承受产业 承受家业的 那么我们今天不能光当百姓啊 这些人也是艺人 是不是啊 也是艺人 艺人和艺人不一样 那么今天我们看约瑟有很多的儿子 儿子和儿子一不一样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艺人有两个儿子 前面伊士玛丽生的和伊萨生的一不一样 伊士玛丽和伊萨这两个儿子一不一样 一个能承受产业的 一个不能承受产业的 一个是长子 一个是次子 是不是 一嫂雅各 这两个 哪个承受祝福了 雅各 哪个承受产业了 雅各 是不是啊 你看看儿子和儿子绝对不一样的 所以长子和次子绝对不一样 今天有许多人在天国里要当最小的 要当什么 要当百姓 不要做王 不要得荣耀 不要得冠冕 那么今天你已经信了 你为什么不得荣耀 不得冠冕呢 听没听懂 成全是一人的灵魂 这一人的灵魂指的是谁 挪亚时候 神预备方舟 当时呢 不信从的人 最后呢 耶稣在什么时候给他传的呢 他什么时候信的 你必须知道 他什么时候信的 耶稣给他传的时候信的 是不是啊 他借着灵 曾去传道给那些 在监狱里的人 灵魂 说得清不清楚 就是从前 神 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 那些不信从的人 说的是那些不信从的人 耶稣借这灵 曾去传道 给那些监狱里的灵听 借哪个灵呢 就从死里复活的灵 才能给监狱里的灵听 耶稣必须 从死里复活 这个灵能拯救 叫人活的灵 对不对 去曾去传道给那些监狱里的灵听 好 咱们再继续回到圣经 救恩是对灵 灵魂说的 是不是对灵魂说的 是 所以呢 说不将你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这过犯是肉体的过犯 不将肉体的过犯归到属灵的身上 因为属灵的生命 永不灭亡了 不会犯罪 对不对 不将肉体 你有两个 一个属肉体的 一个属灵的 这属灵的姓什么 那么你属肉体的姓什么 亚当 亚当生的 所以不将从亚当生的过犯归到从耶稣基督生的这个人身上 不将属肉体的过犯归到属灵的人身上 这是针对灵魂说话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 一点一点就更加清楚了 从前我们都是 恩典就是什么 有许多人恩典就是 地上多赚钱 是不是 有很多人这么想的 地上多赚钱 多得好处 其实今天不是这样的 一个基督徒不是地上 信了耶稣基督徒肉体就得好处了 肉体不是得好处 而是肉体原肉体的先行私 与基督同性私家 叫最神灵局 对不对 好 再看 再看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 这是第一 对灵说话 这是举例二 举例第一个就是 不将他们的过法归到他们身上 这是临后 刚才咱们查的事临后 五章 十九节 约翰一书 约翰一 三章 约翰一书三章 第六节 找到吗 这句话不是对肉体说的 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 不对肉是对灵说的 是肉能住在基督里呀 还是灵能住在基督里 所以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 这个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 不是对肉说 是对灵说的 那么今天呢 普世性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最严重的错误就是 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 他往肉上想 所以他一想 就想不清楚 住在他里面不犯罪 而圣经所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 姓耶的住在姓耶的里面 我这从神生的生命是姓耶的 我从肉身生命 这个生命是姓亚的 从亚生的姓亚的 从亚人生的姓亚 从耶稣基督生的姓耶 所以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 所以他就往肉体上想 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 因为我也住在他里面 我的肉体怎么还有罪呢 他就在想 这一想就出现毛病了 他一想 哎呦我这重生了 这还犯罪 所以他就给改了一下 把圣经给改一下 怎么改的呢 不信你看那新一本圣经 他说凡住在他里面的 就不一直犯罪 不信你看那新一本圣经 就不一直犯罪 你不信你看那新一本圣经 肯定这么一的 不一直犯罪 不一直犯罪 凡一直犯罪的 属魔鬼的 你不信你看看 你找找新一本圣经 现在的新一本圣经 凡一直犯罪的 是属魔鬼的 他说一直犯罪的属魔鬼 不一直犯罪不属魔鬼 什么意思呢 他说不一直犯罪的 是犯从神上不一直犯罪 你听听 不一直犯罪就是 还有犯罪的可能 但神说 犯从神上的 必不犯罪 是不是这么说的 这是神说的话 必不犯罪 肯定不犯罪 他说不一直犯罪 也就是犯的少 没犯那么多 不总犯 不经常犯 不一直犯 那么不一直犯 亚当也没一直犯呢 亚当就犯一条罪 也没总犯呢 这样解经 这样的翻译圣经 属于魔鬼 把上帝绝对的 犯从神上 必不犯罪 给改成什么了 不一直犯 必不犯是绝对的 不一直犯呢 就是相对的 对不对 把神绝对的话语 给改成相对的话语 可以不可以 这就出于魔鬼 你看 神说你吃的那日 必定死 魔鬼给改什么 不一定死 你看这个也不一定 不一定 这就变成不一定了 不一直犯 就是不一定犯 也可能犯 但不总犯 不经常犯 不惯犯 是不是 不一直犯 这是这学者 心里被魔鬼的灵迷惑了 他就不知道 从神上的是指他说的 不是指他 他不是从神上 他从人上的 他是从神上的 对不对 也叫从灵上的 耶稣说 从灵上的 就是灵 从肉身上的 就是肉身上的 一混淆就会出现什么 就会出现这种错误 什么错误呢 你看 你说一 必不犯罪就不对呀 必不犯 你看我怎么还办 这个人压根就这样 从神生 从人生 他都没搞清楚 这个人压根没从神生 我敢承认 就是翻译圣经这个人 给翻译成 不一致犯 不一致犯罪的是属 是不是 凡一致犯罪的 就出魔鬼的 不一致犯罪的 是属神的 这句话对不对 不对 你只要长心了 你就知道这句话不对 这句话完全跟上帝 提出神默示的那个话 完全是反对的 所以这里边说 密不犯罪 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这是不是从神生的 这是从人生的 反正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神是神 从神生的 能不能犯罪 他不可能犯罪呀 他不可能犯罪 他为什么给改的 就是为了迎合自己的理性 有很多人 这个解决靠着理性 不是所有的传道人 讲道都对呀 为什么有的 差不多就行吧 都讲差不多少就行呗 谁讲都一样 听没听清楚 有许多人他没明白 如果不是用两个人解释 一个从人生的 一个从神生的 一个从亚当生的 一个从耶稣基督生的 不这么解释 你就解释不了 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这句话 是不是 从神生的 就指这个 指灵 不是指中 对不对 必不犯罪 就是肯定不犯罪 一定不犯罪 绝对不犯罪 所以有很多的话 是对灵 不对灵 救恩是对灵说的 救恩是对灵说的 他洗净了人的灵 他洗净了人的心 对不对 都是对灵说的 但人往肉体上 一应用 出不出错误 就像咱们今天都解电 咱们所有的物理的人 都开始解电 怎么解呢 正极接正极 负极接负极 正极对不对 对 正极接负极 负极接正极 对不对 为什么 短路了 一短路咔嚓一下子 就开始打火了 就开始找了线 线就开始烧了 是不是 那么你有的人会解 一下就解退了 因为这句话 往哪应用 往这接 这句话别往哪应用 别往肉上应用 听没听明白 为什么往肉上应用就不行 因为天上的那是烈火 神的话就像什么事 雷电一样的 谁要给结错了 一下就变死 对不对 雷电这个东西 他一旦遇见 给他迎合了条件 一下子马 速度 大速度 都能劈开 咔嚓就跟他劈开 雷电特别特别 连楼房都能劈开 楼房若没有避雷针 他把楼上房也给打了 是不是 为什么有许多人 他一讲话 就是没有 不明白 不知道对哪个说 所以旧安是对灵魂说的 他往哪应用了 往肉体应用了 这说明他是属肉体的 他肯定是属肉体的 是不是 我一下看 第九节 第九节 第七节 小子们 不要被人诱惑 行义的才是义人 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你看 他在行义的义人又往哪应用了 他应用 前面应用说后面行义的就是义人 所以我肉体没行义 所以不是义人 谁敢说 我们对位成义 谁敢说我们成义了 我们这只不过是成义了 没成义了 所以他就这么想的 因为这里边说 小子们不要被人诱惑 行义的才是义人 所以我的肉体没行义 作恶了 所以我不是义人 有没有人这么解释啊 有 有啊 你看 行义的 这里边说行义的 注意看 行义的才是义人 不是行义的才是义人 是行义的才是义人 从神生那个是行义的 从灵生那个是行义的 不是肉身生行义 所以他前面错 后面的一系列的都得错 是不是 他错这经文 从神生的是行义的 从人生的不是行义的 正因为我从人生的不是行义的 所以从人生的必须 接着受洗归入基督的死 因为他不是行义的 从神生的 长大成人跟耶稣基督的义是一样的 这不是强调出来的 从神生的 长大成人就能行义 跟耶稣基督行义一样 从羊生的就能生羊羔 从狗生的生不出羊羔 对不对 这话的 这个意思的弟兄怎么清楚了 是不是啊 你看 神说的话是 行义的才是义人 这是义人 正如主是义人 因为他从主生的 是不是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这不是从主生的 他不是行义的人 你非得拿他行义 对不对 他的工具不对啊 他不是那工具 对不对 咱们今天 烧完了那个红 红红的那个铁块 咱们要把它打成菜刀 进去了 烧红了进去拿两手夹出来 拿两个手指都把那个铁块夹出来 那个铁妹怎么样 你的手飞了 飞不飞 飞 飞了 有许多人怎么 那工具拿错了 行义的才是义人 不是指他说的 是指他说的 这是行义的 这是作恶的 他是专业干什么的 他干什么的要活的 他专业的犯罪的 你拿犯罪的去做义事 还假装行义的就是义人 我今天行点义就是义人的 你行点义也不是义人 是不是 时常行善不犯罪的义人 这样时常没有 不存在这种人 因为你不是义人 肉体不是义人 肉体要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义而活 是对心灵说话 救恩是对灵说话 不对肉说话 对不对 行义的才是义人 别往这上安 别往这个地方安 因为这边不是行义的人 行义的才是义人 这是行义的人 这不是行义的 看清楚了吗 为什么有许多人看不清楚呢 所以他说行义的才是义人 就是我做点好事 你做点好事 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证悟 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的 你的肉体 你做出那个事 也是上帝所证悟的 上帝要的是里面这个人 这叫行义的 因为他从神上的 他能跟主 是义的一样 对不对啊 好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犯罪的是属魔鬼的 因为魔鬼从起足就犯罪 神要断定下谁说谁是犯罪的 那证明你自己就证明自己是 犯罪的是属谁的 啊 犯罪的是属谁的 肉体犯罪的是属魔鬼的 犯罪的是属魔鬼的 正面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的 今天很多人都说我是犯罪的 谁敢说谁不犯罪的 我是个罪人 我是罪人 我永远都是罪人 我信到主来那天我也是罪人 我谁敢说谁是义人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义人 你用罗马书说了 第三章说了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约罪从天上垂开诗人 要看有明白的有没有 有是吧 有行善的文 连一个都没有 你敢说你是义人 你敢说你是义人 你这叫什么 自克自大 文号讲错了 说有义人 有没有义人 有 罗德是不是义人 是的 罗德这个 罗德是义人 所以他天天为那些 隐形 那个世代的隐形有上 是不是 挪亚传不传异道 是不是义人 亚伯拉罕是不是义人 是义人 伊萨是不是义人 是的 我们今天是不是隐信成义 白白成义的义人 是的 那怎么说没有义人 没有行善不犯罪的义人 单有信耶稣 其中不犯罪的义人 隐信不犯罪的义人 义人是指他说的 不是指他 义人必因信得胜 心灵因义而活 身体因罪而死 义人不是指肉体 我今天肉体就是义人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样 义人指心灵说的 所以它是有指的 救恩对灵魂 不对肉体 听没听明白 救恩对哪儿 灵魂 不对哪儿 不对肉体 所以心灵因义而活 乘义是心灵乘义 不是肉体乘义 好先看 彼得前书第二 第二章的二十四节 救恩对灵魂 不对肉 他担当我们的罪 担当灵魂的罪 还是担当肉体的罪 肉体的罪是除掉是担当 你看这个地方很关键 一个是除掉一个担当 一个是熟一个是熟 有许多人 熟熟没搞明白 二十四节找的吗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担当了谁门的罪 我黑板看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不是担当我们 是担当我们的罪 看好了 看白板 你不看白板 不是担当我们的罪 是担当我们的罪 不是担当肉我们 那是担当灵我们的罪 他担当的罪是担当灵我们 他不是担当肉我们的罪 肉我的罪是和基督同死 不是担当 好再往下看 肉我那个罪是在罪上死 在义上活 有一个是担当 有一个是在罪上死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哪个在罪上死了 哪个在义上活了 看好了 你怎么知道是肉在罪上死了 灵在义上活 罗马书 罗马书 第八章第十节 基督说 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焉什么而死 焉醉而死 心灵却焉异而什么 你看 看好了吗 如果基督的人住在你们心里 那么身体就焉醉而死 心灵却焉异而活 所以呢 救恩是讲救灵魂 不是救肉体的 救恩是对着灵魂说 不是对肉体说的 所以 肉体焉醉而怎么样 死 心灵却焉异而什么 火 有人说不能分的 你不能分这怎么办 怎么讲 外号讲的分开的 那肉壳灵分开 它不对啊 对不对 这里边就给分了 他说身体焉醉怎么样 心灵却焉异而怎样 你看 这就自然就分开了 是不是 又死又活 又入土又上天 你不可以分开怎么讲 你吃晚餐的时候 你吃在家里的饭菜 就可以当晚餐了吗 你吃晚餐的时候 和你吃度负的饭菜 是不是得分开 你要混乱煮的晚餐 那就是吃自己的罪 是不是啊 你混乱晚餐 对不对 咱们把晚餐和 今天 度负的饭食 都给混淆在一起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 必须把它分开 今天我肉体穿衣服 和我皮带基督 是不是一回事 是不是 我灵魂皮带基督 我肉体穿 家里头 做的这个衣服 肉体穿的是 人做的衣服 心灵里边 那个人穿的是 谁给的衣服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 是不是 细吗 黑吗 对不对 能不能一样 皮带基督和皮带这个 我说外面的这个西服 应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这肉体皮带西服 但我心灵皮带基督 听不听明白 明白 所以针对灵魂说的话 不能往肉体上按 阴暗会出现错误的 阴暗就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人 对这救恩不清楚 出现错误了 原因就是因为 肉和灵它没分开 脚在一起去了 一脚就错了 一错就错到底 错到底它也死猪不怕 开水烫了 我让了 死猪反正我也死了 开水死去烫了 没事不疼 是不是 那是不是死猪不怕 开水烫了 他知道自己错了 他知道自己错了 也竭力地提到 完好错了 我不说我错 我没错 完好错了 因为完好把肉和灵分开了 我们不分 搅在一起 完好把狼和羊给分开了 我们不 我们把它搅在一起 是吧 完好把 神的和人的 给分开了 我们不 我们搅在一起 神的和人都一样 一不一样 不一样 神的和人的永远区别 有 有区别的 所以今天 你必须把它给分开 好不好 好 如果你的灵魂的救恩 你讲到肉体的救恩呢 坏了 肉体不是救 肉体是死的 活是救 对不对 心灵因一而活 它救我们的灵魂 脱离极大的死亡 脱没脱离极大的死亡 脱离极大的死亡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灵魂的第一章 第十节 什么叫灵魂的救恩 它救我们这个灵魂脱离极大的死亡 不是救肉脱离死亡 肉本身就得死 肉不用救它 肉体就得淹罪而死 这里面说 基督的灵魂住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怎样而死 不是救它叫它活 身体是死 所以不需要救它 心灵却因一而怎样而活 好咱们看一章第十节找到吗 找到吗 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 这我们是哪个我们 信我 有肉我 有心灵的我 哪个我 信我 是救它不死啊 是救它不死 就信我 你看这个地方很关键 我如果不给你查圣经 你就没发现这里的奥运 一查圣经就恍然大无量 一查圣经就知道 哦 它救我的灵魂脱离极大的死亡 肉体不是脱离死亡 肉体必须得死 这叫逼死的 对不对 逼死的是必须死 是不是 他救我的灵魂脱离极大的死亡 对不对 对谁说 救恩给谁呢 给灵魂的 千万不要把救恩给往哪儿安 往肉体上安 你干我几天啊 今天 我这救 我该呢 我求主 再给我搞出去 耶稣来是干这事的吗 不是 我长得丑就叫我长漂亮一点 我压掉了就长出来一个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 就是 就是这样的 肚子 肚大的就变小 是不是 那是 那个直嘴疗牙的 那个长疗牙的 叫疗牙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黑的变白 是不是 皮肤黑的这种变白 今天耶稣就来来干什么 来打理这个肉体的 是吗 不是 耶稣来是要打理肉体的吗 他说我来是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 他来了是叫人得生命的 你今天弄哪去啊 别生了啊 在肉体上的 是不是啊 凡得肉体上的都错了 把救安安错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说 他救我们 脱离极大的死亡 得没得救 现在还要救我们 我们指望将来 仍然要救我们 你看这句话 是不是说的 他救我们 脱离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我们指望将来 将来还要救我们 这三个救 哪三个救呢 第一个救 是灵魂得得救 我们重生得救的救 第二个救 是得荣耀的救 第三个救 是身体得熟的救 都是救灵魂 不是救肉体 这三个救 都往哪安 往灵魂上安 别往肉体上安 他不是救我们 有一首歌唱的是什么 一次次的拯救 有没有那首歌 一次次的拯救 他们说的一次次拯救 拯救哪个 不行你看 你问问他编割那个人 一次次拯救什么 你问问他一次次拯救什么 他肯定说一次次拯救啊 我每次的我有病了 主都拯救我了 是不是 等过怎么查 彼得前叔呢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再医生活 是不是 他受的边伤 我们边得了 医治 哪个得医治的 你会再带他 休息一会 我对 您也о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